西洋传教室 马杰 和 马雅各 这是清朝时流传在蒙甲一带的歌谣 嘲弄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 当时在台湾北部传教的传教士 最有名的是一个叫做马接的加拿大人 起初马接在传教时处处碰壁 可是他并不气馁 还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传教方式 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唱几首圣歌 然后替人拔牙 拔好牙后再开始讲道 他用这种方式化解了人们对他的不信任 顺利达到传教的目的 拔牙之外 为了对抗当时十分严重的瘧疾 马接免费发给病患者 经济纳伤服用 为了培养本地的传教人才 马接设立了台湾第一座西式鞋堂 牛津鞋堂 最早的时候 牛津鞋堂并没有建筑物 而是以苍天为顶 青草为席 后来马接回加拿大 募到一笔钱 便开始新建鞋堂 1882年落成 取名为李鞋堂大书院 又简称牛津鞋堂 两年后 马接又新建了一座女子鞋堂 开风气之先 提倡女子也接受教育 马接博士在台湾北部传教 不辞辛劳近三十年 为改善民生 倡导卫生 传播知识不遗余力 终其一生 认同台湾 留根台湾 又看到那个蓝眼珠的外国人 在喝人血了 好可怕哦 那个红毛说自己是医生 他一定是用人的心肝和眼睛来做药 我们就好离他远一点 人们口中的这位红毛医生 叫马雅各 是奉了英国长老教会的举派 来台传教的牧师 当时的台南民众 因为很少接触外国人 都很怕他 看见他在喝葡萄酒 以为他在喝人血 当时还有人讨厌外国人 四处传播谣言 说马雅各医生用小孩的脑浆制药 马雅各因此还被抓去关了起来 但马雅各一点也不记恨 仍然一心一意的为台湾人民服务 1865年 马雅各在台南开了一家医馆 却引起一些中医和民众的恐慌 联合起来包围医馆 砸毁设施 开业不到一个月 医馆被迫结束 马雅各离开台南 在英国大使馆的保护下 在高雄进行医疗与传教 三年后 马雅各又回到台南 凭着自己的热忱 耐心的与民众沟通 台南的民众终于开始接受西医的观念 马雅各牧师还将医学和科学的知识带进台湾 并栽培一些年轻人 送他们到香港学习医学 1900年 他所修建的新楼医院落成 这是台湾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 马雅各牧师 虽然来台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 但他为台湾的医学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